夏天到河川水域的书郡也攸关着地方安全 雾峰区的四德及五福一带过去常因大雨淹水 在马政府时代曾编列20多亿元的预算要来开辟防汛道路 但没想到土地征收了 但是工程迟迟没有下落 议员张苍怡呼吁市府不能当做没事 应该加强协调 另外台湾进入防汛期 议员李立华也要求水利局 主动进行投并坑西的书郡 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议员张苍怡说的就是雾峰四德五福一带 这里过去常因大雨淹水 马政府时代曾编列20多亿元预算要做防汛道路 但是钱都花了土地也都征收了 但至今仍是没有动静 所以从下游的五福桥这边已经有征收 也呼喚已经做完了 那未来如果说五福桥到四德桥这边 这个水防道路宽度大概六米 没有我们主动有人说 你这些都担不担吗 我没说到不行 市政五福这边经常饮水 我们要做一个防汛道路 既然都没做 这个经约要多少万而已 我们总共有变20几个人用到 都正是无用的地方 那是真的没合理 水利局张调是因为有部分既有建筑反对征收 所以导致原定计划无法进行 议员要求市府应该加强协调解决 另外台湾进入防汛期 议员李立华也要求水利局主动进行投遍坑西书郡 一切都任由三合局摆布 现在小英总统在中央 虽利数 没听我们市政府这里 没听我们百姓的卫调解决 那这样子你还要按照他们过去的游戏规则 我们的核闯要不要书郡都听得到吗 台中市政府 我跟你说南岛管政府 过去 人家的成友兰西都自己书郡过 自己买多少 这也是中央开始准硬 我们难道我们不能学习 我们南投天吗 其实现在在台阁 台阁是我们书郡的 有啊 那是不是 我们太平区的投遍坑西 比照办理做这样的书郡 继续来努力好不好 我们继续来努力 太平的投遍坑西有多个区段 也是市府公布的危险水域之一 近来气候异常 常下暴雨 加强书郡能够避免溪水暴涨带来的意外 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九军台中采访报道